第21集 干尸的眼睛已经完全干缩 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眶 嘴巴不可思议的张大着 露出残缺的牙齿 整个脸部因为脱水变形 呈现出相当猙獰的表情 让人不敢正视 而从他的牙齿可以看出来 这句干尸并不是猴子 而是如假包换的人 老扬呆了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老吴 你刚才不说是猴子吗 这明摆了是人 我也不知道 刚才我打碎那面具 我看到的 那的确是只猴子 还是只黄毛的大猴子 这 这真把我搞糊涂了 我说着就想探过头去 看看是不是因为光线的关系 看走眼了 梁师爷忽然摆了摆手 让我别碰尸体 自己小心地站直了身子 将他手里的面具翻转过来 我看到面具后面 嘴巴的位置 竟然有一个拳头大小 犹如蜗牛壳一样的螺旋突起 上面有一个小洞 梁师爷把面具 对着自己的脸比划了一下 转头对我们说 这面具好像得张着嘴巴才能戴呀 这张着嘴巴 那不是嘴里像塞了个呼吸器一样吗 那多难受啊 我看着干湿的样子 嘴巴张得很大 梁师爷 难不成这块蜗牛壳里面有什么蹊跷 你砸碎了看看 这些面具都是长到这些猴子的肉里的 嘴巴眼睛都遮住了 他们肯定有其他方式来进食和看东西 梁师爷用自己的钢笔插入那个洞里 用力一翘 那蜗牛壳就破碎了开来 露出了里面一段 类似于螃蟹脚的东西 梁师爷将这东西扯出来 发现是一条从来没见过的虫子 已经变成化石状 如果稍微一用力 就会断成几段 梁师爷皱着眉头说 看来这面具 不会是自愿戴上去的 不过这东西的确是人造的 你们看 面具里面的纹路 和树上的双身蛇大致相同 肯定和铸造这棵铜树的人有关系 老仰将面具接过来 饶有兴趣的看了半天 这条应该就是西州时候的老虫子 说不定现在已经绝技了 难怪我们不认识 你们看 这虫子好像只有半截 说完 他看了看我们 那另半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条虫子蜷缩在面具 嘴巴部分的突出空腔里 按照这么说 这条虫子另一半所在的地方只有一个 我想到这一点 下意识地往干尸的嘴巴里看去 果然看见 在黑洞洞的大嘴里 另有半条虫子 附在舌头的位置上 干枯的虫体一直插进尸体的喉管里 不知道进入了什么器官 因为干尸萎缩的肌肉和化石般的虫体很像 所以不仔细看 会以为这条虫子是干枯的舌头 梁师爷看到这幅情景脸色一变 快扔掉 快扔掉 我的天哪 快扔掉 这面具可能是活的 说完 他就一掌拍了过去 将老仰手里的面具打落 面具飞速地坠入了黑暗之中 撞在了枝崖上面 啪的一声 吹得粉碎 老仰给他吓了一跳 差点抓不稳 吹了下去 盲问 他发什么神经 什么叫面具是活的呀 梁师爷咳了一声 似乎很懊悔的样子 又是挠头 又是皱眉呀 哎呀 在下真是惭愧呀 怎么就这么笨呢 早先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 这铜术 这祭祀方法 摆明了 就不是咱们汉人的东西 哎呀 我真是蠢货 蠢到家了 老仰一听就火了 你他妈的瞎掰什么的 什么什么蠢货呀 和面具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不好 哎呀 不是啊 你耐心听在下说 这事情我还得从头说起 不过 怎么说好呢 那还得从 刚才咱们说的 血迹的事情开始 原来呀 血迹这种祭祀方式 在西周的时候 主要是用在少数民族的 祭祀活动中 当然那个时候的少数民族 和我们现在的完全不同 这些民族大部分 已经消失 或者融入到 汉族中来了 大规模的血迹 在汉族正史中并没有记载 但是在一些少数民族遗址中 有零形的发现 可惜 由于语言文字的失传 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 而少数民族的祭祀圣地 都是非常神圣的 不仅有人把守 而且还会由济师 施下某种艺术 以保护自己的神 不受骚扰 在少数民族的传说中 施法的过程非常的神秘 这种艺术流传到现在 给神化成了小说里 无所不能的古术 梁师爷又说 古术啊 自魏晋南北朝那时候 起分了一分 到宋代又是一分 秦之前的古术非常厉害 简直和现在的超能力差不多 但是所有的古都是由虫而起的 古术在那个时候就叫做闽虫术 这些戴着面具的猴子和干尸 鬼秘莫名 可能啊 就是这种圆骨骨术的产物 他曾经听说过一种骨术 叫做吃骨 可以将人变得非常有攻击性 而现在藏在面具后边 是嘴巴位置空腔里的那种深入喉咙的虫子 可能就是古老的吃骨原形 这种虫子也许可以影响动物或者人的神经系统 攻击外来的陌生人 所以当将它们的面具击碎之后 那只猴子就恢复了稳性 开始本能地远离我们 吃骨能够在宿主的体内繁殖 等到宿主死亡之后 它们会依附在某个地方 比如说这种面具的空腔里 等待着下一个宿主的靠近 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寄生过去 这具干尸说不定就是当时在这里狩猎的猎人 不走运碰到了休眠状态的吃骨 结果中了招 被这种古老邪术给害了 等等 这种东西完全没有记录可循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过面具之中藏有虫子 且深入人猴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绝对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要小心防媚 听到梁师爷这么说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其实在来之前呢 老爷子给我的资料里面 也提到过相似的事情 但是当时我只是草草的看了看 心说 这不是和美国电影的桥段一样吗 没想到 还是真的 想不到老美的科幻片 还得借鉴我们老祖宗的技术 真不知道 该说光荣好啊 还是惭愧好 转头看去 诡异的干尸 仍旧一动不动的挂在那里 惨白的面具似笑非笑 似乎正在等待我们靠近 老痒 脸色有点难看 犯了嘀咕 问梁师爷 你说的也太恐怖了 那如果给这吃骨负上了 马上扯下来总没事吧 不 不会 有 有 有啥隐患吧 我也没中过 吃骨很难解呀 我想要是给负上了 绝没办法简单的扯下来了事 这种事情咱们还是预防为主 这些干尸我们尽量别靠近了 太叔也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他这样的老江湖 估计总不会是失足吧 要小心一点 老痒皱着皱眉头 想说什么 又没出口 我就问他 照着现在这个样子 还要爬多长时间 如果上面全是这样密集的枝呀 估计累死也到不了顶 老痒对我说 上面还会稀疏起来 当时他爬的时候 只有一只小手电 照明很差 没有注意到这些干尸 也没猴子来袭击他 所以 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爬到了什么地方 不过反正 自古华山一根猪 你往上爬 总不会爬到其他地方去 我感觉 此地不宜久留 就招呼他们 先过了这一段再说 和梁师爷一起的 还有一个胖老板 此人大有可能在我们上面 要是给他先到了顶上 那就麻烦了 要是埋伏起来 我们三个说不定 就会死得不明不白 老痒说 说 说得有道理 你等一下 我打一发 照明弹 看看上面 有 有什么埋伏没 说着 他拿出了信号箱 对着上方 笔直的就开了一枪 信号弹 飞到顶端 并没有撞到头 我心里 咯噔一声 这种子弹 最起码能打到 二百多米的高度 难不成 还有二百多米 要爬 那可真是 要命了 信号弹 烧了起来 向上看去 果然 在往上不远的地方 枝崖又稀松了起来 想不通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而且从下面看上去 二百米的范围 也不是无法目击 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 虽然无法说出那些是什么 信号弹落起来 老痒注视了一段时间 看样子 那胖广东老板 没埋伏在上面 说不定 就太叔一个人活着 进到这里了 毕竟外面那棺材阵 不是那么好 那些是啥东西 信号弹落到 离我们还有六十几米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一段的青铜树干上 有不少凸起的东西 仔细一看 我就觉得后脑一麻 冷汗直冒到了脚根 整个足有十米的一段距离 青铜树干上 覆满了一张又一张的脸 不 应该说是那种诡异的面具 信号弹坠落下来 滑过这一段区 这些脸动了起来 纷纷避开灼热的光球 看上去就像一只又一只长着人脸的甲虫 这些应该就是梁师爷口中所说的 吃骨的正身 古人将他们养在特殊的面具里 竟然繁衍了下来 刚才我还半信半疑呢 想不到这么快就碰上 还是这么大的一群 脸依附在沟壑横生的青铜树上 给流动的光线一照射 呈现出不同的表情 或痛苦 或忧郁 或猙獰 或阴窍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诡异的景象 看得我寒毛真书 梁师爷说起来慷慨 一见到真的 也不行了 颤抖着对我说 两位小哥 这些都是活的 这些吃骨在面具底下浮着着 怎么办 我们怎么过去 别慌 你看他们对信号弹的反应 这些东西肯定怕光怕热 我们把火把点起来 慢慢走上去 他们不敢碰我们 我摇了摇头 别绝对话呀 信号弹的温度和亮度非常高 他们当然怕 火把就不一样了 你别忘了 刚才那些猴子 碰到信号弹都逃了 但是你用火把吓他们 他们只不过是后退一下而已 我估计你打着火把上去 不但通不过 还会给包围起来 到时候要脱身就难了 那你说怎么办 你是不是有啥主意了 现成了主意我没有 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不知道成不成 哎呀 你 我 我知道你 你鬼主意多 你快说 我指了指 几十米开外的岩壁 直接这么上去太危险了 如果真的像梁师爷说的 这些活面具 肯定有什么法子 能爬到我们脸上来 硬闯 肯定会有牺牲 我们不如绕过去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们 荡到对面的岩壁上去 上面这么多窟窿 也不难爬 我们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老仰看了看我指的方向 这 这么远 挡过去 我点了点头 比划了一下 我脑子 就这么一个想法 我们不是还有绳子吗 你拿出来 看看够不够长 如果这招不行 我看只有下去 下次带只喷火气过来 老仰拿下盘子腰间的绳子 这是从太叔身上 扒下来的装备之一 上面有 UNAA标签 世界上最好的登山绳 特种部队都用这个 看样子 他们也挺舍得花钱买装备的 我早在去鲁王宫之前 曾经帮三叔采购过装备 查了大量的资料 所以我知道这种绳子 如果直径在十毫米以上 几乎可以承受三吨的冲击力 什么叫冲击力啊 就是突然下坠的力道 支持我们三个人的重量 这绰绰有余 强度足够 只是不知道长度够不够 老仰将它垂下树去 目测了一下 不由地叫了一声 糟糕啊 绳子总长 只有十几米 要到达对面 还差很长一截呢 哎呀 这这这怎么办呢 就就算把我们的皮带 揭揭起来也也不够啊 我捏了捏绳子 发现这是十六厘米的双骨绳 不由地灵机一动 没事 咱们把这绳子的 两骨拆了 连成一条就够了 哎 小吴哥 行不行啊 这绳子这么细 不会断吧 你看 这简直比米面还细 你可别乱来啊 哎 梁师爷 国外登山杂志上 是这么说的 总不会骗我们 我将绳子外面的 单只外网层 撸起来 抽出一条 非常细的尼龙绳 自己也咽了一口唾沫 真他娘的太细了 按照常识来说 这么细的绳子 肯定没办法承受我们的重量 不过国外的资料上 确实是这么说的 八毫米直径的这种加强尼龙纤维 可以用来做登山的副绳 只要不发生大强度的坠落 是不会轻易断的 当然使用这种绳子 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一般都是两条一起用 我们只有一条 还要请上帝多保佑啊 我想还是相信高科技吧 总不会这么倒霉吧 我将接好的绳子递给老杨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只水壶 用一种水手节绑好 用来当作重物体 用力甩向对面 失败了好几次后 终于绕住了对面的一根石笋 一拉绳子绑紧 固定的非常结实 哎 行了 他妈的总算搞定了 老吴 这绳子不去说他 对面这些石头 可靠不靠得住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一边说 一边想着 如果石头靠不住会怎么样 我大概会给荡回到青铜树 这一边 运气好一点 撞到树干上 撞个半死 运气不好 就直接给树上的枝崖插成筛子 绳子的这一边 也给绑在一根青铜枝崖上 老杨打了个比较特殊的结 好让我们过去的时候 可以在对面将这个结解开 这个结非常的复杂 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问他哪里学来的这种本事 他说是老李 刚才您听到的是 小说播讲 盗墓笔记之 秦岭神术 本剧由一路听天下 3w.t1678.com 倾情制作 听众朋友 本集盗墓笔记之 秦岭神术播送完了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